或许你会有疑问 什么是北京中轴县 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 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和一脉特派团 凡尼家族一起 感受这份秩序之美 北京中轴县就像一条线索 它完整地记录着 整个中华文明的故事 我们中国文化 一直都是兼容并蓄的 中轴县如此 胡粤也如此 诗歌就像是文学的中轴县 不断滋养着文化的本体 每次来到中轴县 都感觉是与过去的一次重叠 北京中轴县 是我出生长大生活的地方 也是我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北京中轴县上 见证了中国速度 见证了世界速度 见证不断被刷新的人类的记录 中轴县不止在脚下 也在每个人的心中 如果我们从太空俯瞰地球 会被什么东西所打动呢 我想那一定是 那些人类文明的辉煌成果 周末和假期的晚上 我都泡在中轴县上 记录着这里的天与地 根深才能夜貌 中华民族的音乐 是特别擅长 吸取和融合的 大家都说学空喉很难 其实还是要近距离了解它 感受它 诗歌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底色 也是十四亿中国人的集体功 越长大就会越懂 越懂的就会觉得越美 这百年间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着同一件事 对我来说 宇宙的尽头就是金句 金句就是在热爱中努力 每个人所看见的东西 和所有的生活经历 最终都会钻进它的创作里 我只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画下来 在体育赛场上 赢就要赢得漂亮 输也要输得体面 和世间赛跑 也和自己赛跑 和中轴线一起长大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更多面 这些宏伟的建筑和壮美的星空 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想用自己的努力 让它从冷门变得热门 我在学习诗词 才刚刚踏入传统文化的大门 我觉得只有现在多努力一点 以后上了台 才能更好的表现出来 我想把中轴线上的建筑和车 都画下来 我的冰雪梦想 和北京中轴线一起成长 这条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脉 也是历史意义上的一脉 是建筑有序 相应成灰的一脉 更是文化有根 新火相传的一脉 新时代青少年 会沿着历史的脉络 带入自己的思考 让世界看到新的一脉 新一脉 我接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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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力 新一脉 我接力 北京中轴线 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视角 这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和独有的表情 了解的越多 对他的喜爱 记忆就越深 中轴线每天都在进化 我相信新时代的青少年 能够完美接棒 创造属于你们的新一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